這個國光客運 預計在6月5號要開始調漲 它30條的路線 最高調漲10% 讓民眾馬上就感覺到說 萬物皆漲只有薪水不漲 那現在連交通 國道客運 也都跟著要調漲了 我們在事前有沒有做過溝通 侯遠 它這樣 它不是 它是在我們核定的這個票價內 比如說 是啊 沒有錯 就剛剛已經推播了嘛 新聞都出來 今天早上9點就推播 就是說我們當時核播票 6月5號開始調漲 但是它過去都是用優惠的方式 它現在是減少優惠 所以這個我們也沒有管 不是啦 局長 對 我們補貼客運多少 每年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其實在這個公路客運 那一般我們還有一般的 市區公車的一些補貼 對 所以大概這個經費 因為一時打不出來 來有沒有幕僚可以救援一下 剛剛新聞推播 這個國光客運 預計在6月5號要開始調漲 它30條的路線 最高調漲10% 讓民眾馬上就感覺到說 萬物皆漲 只有薪水不漲 那現在連交通 國道客運 也都跟著要調漲了 我們在事前有沒有做過溝通 紅遠 它這樣 它不是 它是在我們核定的這個票價內 比說 是啊 沒有錯 就剛剛已經推播了嘛 新聞都出來 今天早上9點鐘 就是說我們當時核播票 6月5號開始調漲 但是它過去都是用優惠的方式 它現在是減少優惠啦 所以這個我們也沒有管 它是調漲啦 新聞講說30條的路線 然後調漲10%最高 然後還有就取消這個所謂的 回溯票的優待 對 它調漲 那我現在只是問是說 我們事前有沒有掌握這個情況 知道知道 是 也跟委貿告有掌握 有掌握 對 有掌握 那我們交通部同意他們調漲 不是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他們在我們合定的票價之下 之前合定票價之下 其實他們都沒有用 他都沒有依照這個票價 來跟民眾收費 所以他有提出一些優惠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說實在 如果說真的 業者 因為殺頭生意有人做 賠錢生意沒人做 如果說真的 業者也負擔不下去了 他要反應成本 但我現在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有沒有補貼 相關客運業者 我們每年有沒有補貼 有 那如果說他調漲的話 他會增加多少的收益 這 調漲的部分 其實他們因為 會相關的一個運輸的成本的增加 我想這個業者這邊有在處理 不是啦 局長 對 我們補貼客運多少 每年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其實在這個公路客運 那一般我們還有一般的市區公車的一些補貼 對 所以大概這個經費 因為一時答不出來 來有沒有幕僚可以救援一下 再來我要問的是說他現在調漲10% 對於一般老百姓民眾普羅大眾會做客運相對來講都是 可能經濟相對比較弱勢一點 或者是說他尋求客運的便利性 那你現在一次調漲10% 那我們要問說到底業者可以獲到多少的獲利 那有沒有之前研議說是不是我們用補貼的方式 請業者大家能夠不要向民眾收取這個費用 對於我們交通部門來講我們是有這樣的一個預算原額嘛 那但是對於客運業者他今天調漲 客運業者調漲10%他有可能帶動另外一波物價的上漲 那個洪偉就是說我們核定的票價上限他沒有用足嘛 那他現在也沒有超過我們核定的上限 所以我們基本上 部長你這個事情說給民眾99個民眾都不知道 本來500個 我的意思是說對現在民眾看到的就是新聞 要不要看一下新聞 新聞剛剛推播就是調漲確定了 6月5號調漲10%31條路線 那我現在講的是說如果他調漲的費用到最後只多獲利 譬如說一年3000萬假設啦 那我們不能跟客運業者來溝通是說你這3000萬 不然我們來協助補貼 油料補助還是減免優惠 你3000萬不要跟民眾收 而不是說現在 我們就說我們主管機關沒有任何的責任 你要去就去啊 我就是沒有在這個額度範圍內 你要漲多少就漲多少 今天10% 明天15% 後天20% 那這樣不就帶動物價上漲嗎 我剛剛回報告 就是說18項成本算出來 我們當然合一個票價嘛 那他現在沒有用足 部長我們現在這個調漲是不是已經確定了 還是還有沒有溝通的空間 有沒有可能在溝通看看說他這樣子調漲 預計一年收多少 那我們來研你相關的配套補助的措施 因為國光客運他也算是我們國道客運的龍頭嘛 如果說他漲了可能其他客運跟著來 會不會帶動連鎖反應 你說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就是說客運票價的部分 基本上剛剛陳如部長跟局長講的部分 就是說透過18項成本的檢討 會核定一個費率的上限 那在這個費率的上限 不是 我們不要鬼打牆 所以現在募已成舟 您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歡迎募已成舟啊 我們沒有辦法阻止 這個部分按照法令規定 他在核定費率下限去調整這些相關優位票價的部分 他這是報備查 因為這個基本上這個 好 拉回來 那部長 您預期會不會有連鎖反應 如果國光客運開這一槍 那會不會接下來 客運也都說國光都可以漲啦 那沒有用到啊 你那個核定的票價都沒有用足啊 那我其他客運也可以用 我核定的票價沒有用足 我也跟著漲啊 那交通部門都沒有任何 你國光客運也管不了 你其他客運也管不了 不是 那個洪偉 就是說我們已經管了吧 比如說我核定500塊 他現在用450 那我現在請教 所有其他各客運業者 是不是也都還沒有達到他的 核定票價上限 有的沒有 有的沒有 所以有可能 你預期就是有可能 有的也可以尋一樣的模式 調漲票價 然後也不用報我們租軟機關 我們租軟機關也沒有辦法 就是說如果在核定票之內的調整 都是被查 那會不會變成是物價上漲下一波 電價漲 所以我們看到 我很不喜歡分藍綠分政黨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說今年萬物皆漲薪水不漲 所以大家就講是說 可能我們年度代表制又要漲 那客運也漲 那我現在再一次強調 我說如果真的賠錢 我們不可能壓著客運業者說 你賠錢你也要開 那我們能不能用政府的政策工具 來去協助 讓他不要跟民眾收 我的訴求就那麼簡單 要三贏嘛 部長能不能在6月5號到現在 還有差不多10天時間 有沒有可能再找國王客運 還是說有沒有可能再找其他客運業者 了解一下後續其他業者 還有沒有漲價的一個需求 我們來了解一下也可以跟國王談 但是過去的確 也可以跟國王談 6月5號之前 過去的確在票價的上限之內 這次都是備查 過去都是這樣 是啦 部長 部長 你是上禮拜出國 所以說沒有感受到民眾 我們現在其實民怨是沸騰的 我覺得每一個東西漲價 這個漲5塊那個漲10塊 那個漲15塊 我們常常在選區裡面那個餐飲業者 告訴我們缺工缺到多嚴重 餐飲業者 飯店業者 住宿業者 都跟我們講 因為我會講這一些 其實有一些部分 都是我們交通部相關觀光局主管機構 他說開價開5萬塊 開6萬塊 以前2萬3萬塊4萬塊可以的 現在開5萬塊6萬塊已經平均多了1萬到2萬 還是找不到人 他甚至有人講是說我願意用5萬塊6萬塊 但是請沒有經驗的人來交 也沒有辦法 這樣啦 鴻衛那個這樣 您剛剛也說了 是不是我們6月5號之前 找國光客運以及相關業者 再來溝通 看有沒有調整或是政策工具可以使用 不要跟民眾 我們可以找他來討論一下這樣好不好 就來討論一下 me